嗨 各位朋友 你們好嗎 我是Koko杜來自越南 各位朋友 很多朋友給Koko留言問 關於SKK高級考試聽後複數 那麼難怎麼辦呀 Koko 就這麼說吧 想把聽後複數那部分練得好 那麼咱們不妨去多找一些心靈雞湯的文章 或者是科學片的 或者是生活體驗等等的文章 然後咱們多練習 多朗讀 把它大聲地讀出來 這樣當然了 好事的時候您並不知道到底是好什麼內容 但是因為您起碼也練了一種習慣 所以您聽著聽著 就聽成了一種反應出來了 好 那麼今天Koko就跟大家分享幾個 比較有意義的聽後複數的短文吧 孤獨 孤獨是每個人都曾有過的心理體驗 它並不可怕 重要的是你用什麼方式去對待它 要戰勝孤獨 就要學會為別人著想 只要花一些時間和精力去關心關注別人 你就會在良好的人際關係中 體驗到一種自我價值感 而不是孤獨感 溫暖別人的火也會溫暖自己 不要趕走想你奔跑而來的快樂 把自己關在荒蕪的世界裡 各位朋友 這一段就是之前 或者是說不定就是您考試的時候就會好的一段 就是當然了 您去考試您只能聽到而您不能看到 但是Coco就像這樣的類似的心靈雞湯 挺多挺多的特別多 之前吧Coco經常跟大家分享 但是這段時間實在是太忙了 但是話說回來 再忙也得給各位朋友一點時間吧 因為Coco看在CocoDo的頻道上面 有60%多是來自越南 剩下的都是來自各國 美國尤其是南美洲 南美洲的同學特別多耶 各位南美洲的同學你們好嗎 我是CocoDo來自越南 很可惜Coco不會講那邊南美洲 南美洲的如果是講葡萄牙語的各位同學 越南語我們現在使用的越南語 拉丁字母就是葡萄牙語和法語接近的 所以就是有清潔感 非常感謝各位朋友關注並收看Coco的視頻 還有很多朋友就問 怎麼能提高自己的漢語水平 怎麼能發現並提高自己的 怎麼說呢 就是找出自己的偏物並提高它 那麼多說吧多說話 多看中國人寫的文章 短短的文章 不要看的太長 那麼很多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有一種毛病 那就是很喜歡抱怨 也不知道各位朋友 您抱怨嗎?您抱怨嗎? 如果您不抱怨 那麼您埋怨嗎? 抱怨是什麼? 抱怨就是您對某事不滿 或者是對同事、對領導、對家人不滿 您去抱怨 這叫抱怨 另外呢 還有不敢抱怨別人 就埋怨自己 哎呀 為什麼我這麼不小心呢? 為什麼我不認真? 不好意思 這些都是活該的 咱們不要抱怨 抱怨也不應該 埋怨也不應該 因為會影響到咱們自己 影響到咱們的時間 每個人的時間 每個人的時間就那麼一點點 那您總是把時間花在抱怨和埋怨的事情中 那麼事情上 所以您的時間就短了 那您該做的事情您就沒時間了 那好 他就繼續給朋友喊他的傷口 繼續喊他的安慰的話 後來他因為感染而死去 一個老猴子說 是他傷了自己而死的 那您看 像這類似的寓言故事 經常出現在聽後複數的部分中 除了猴子 哎呀 關於猴子 除了這個故事之外 還有很多很多 比如說那個是 殺猴 殺雞 小猴 還有 猴子和小驢 還有 趙塞穆斯的成語 也是提到猴子 Coco認為 如果是想提到自己 聽後複數的能力 那麼 咱們必須得多看 看啥呢 那麼多 您怎麼看呢 看語言故事 看 葡萄 狐狸 吃葡萄 看 嗯 笨鳥先飛 看 嗯 嗯 什麼 嗯 什麼馬 就是啊 那個關於馬也有很多 關於馬的故事也有很多 還有什麼 還有關於 心靈雞湯的故事 還有關於 哎呀太多了 還有關於 也要喝水片的啊 啊 大地震 還有那個什麼是 嗯 叫什麼是 氣候變化 還有什麼 還有 呃 一些效應 哦 那所以 各位朋友 呃 當然了 可可可會 在可可的視頻 中 呃 與大家分享 好 祝各位週末愉快 我是可可杜 來自越南 我是越南人 呦 好 感謝各位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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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